好,现在我们开始讲了第五个部分 应用成功机,MSF 前段时间呢,我们第一天主要是讲一些探测 对吧,然后发现漏洞 很多呢,都是前期的铺垫 今天呢,会有些实质的一些功机 当然,上周讲的这个SET 社会工程学工具也是很有用的 对吧,其实真正有用的还是这个社会工程学工具 应用成功机呢,当然了 前提是找到了那个催促性的主机 发现了它,确实存在漏洞 我们可以通过MMAP Lessers都可以确认,对吧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工具 就用这个工具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工具 你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并且呢,最近还出了这么一本书 大家要深度研究可以去 跟更多的看看这本书 当然这本书后面部分就比较复杂了 后面是跟编程有关系了 至少前面几张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工具 专门做运用成功机的 并且它也是可以免费升级的 就跟你的IPS 还有你的杀刀软件可以升级 它也可以升级 有新的漏洞出来 它也可以马上升级 然后实现功机 它是一个运用成功机的一个套件 很多功能 并且支持你的编程开发 然后呢,有很多的模块 并且我们的SET 我们那个社会工程学工具 制造了一些负载 都是由这个程序来产生的 它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应用成功 攻击的这么一个产品 TOP很简单了 只是演示一下攻击 TOP就是直连 这个XP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系统 我们现在的BT5就跟它直连 网络很简单 前提 我说呢,比较费时间的就是找到它 现在已经找到了 它就在10.1.1.2 这个XP 这就是这个XP 当然这个XP呢 是没有打普兵的 所以说漏洞一大堆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用我们的BT5 怎么来进行攻击 网络不用太说了 就是直连 我们第一个叫连簧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到底 为我们提供了多么强大的一些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进到我们的BT5里面去 进到它的那个Consol里面去 MSF Console 不要慢啊 先进到Consol BT5啊 很多 很多软件之间都有关联关系 进来了啊 就像那个SET 那个程序 那个社会工程学工具 可以调用这个 这款产品 这款产品呢 也可以反过来 调用NMAP 它们之间都有相互的关系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D 我们可以 还有一个数据库 有一个D 有一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我在课前啊 做了一些扫描 扫描的结果呢 自动存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 以前扫描这些结果都清掉 我们重新开始来 你看我曾经 应该在课前吧 我做准备的时候呢 我已经做过一次攻击了 做过一次扫描 所以说扫描的数据库呢 本地存着有 它有一个本地的数据库 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这个 这个主机 10.1.1.2 给删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DB host 这个数据库里面 什么也没有 DB service 也没有任何一个服务 那现在呢 我们从零开始 我们通过这个工具 它可以直接调用NMAP 你看 它可以直接调用NMAP NMAP知道我们 它是主要用来扫描 来判断服务的 对吧 它可以调用NMAP这款产品 先用我们的NMAP这款产品 帮我们去做一个扫描 这是时间 杠S杠V是服务扫描 杠N呢 应该是不做DNS解析 那么杠O呢 应该是判断操作系统 杠V呢 它是详细显示整个操作过程 杠T呢 就是这个时间 它是速率 最快的速率 我们选择了一个 Aggregative 最快的速率 10.1.1.2 就说呢 我们 Aggregative 是不是我拼错了 我看我哪 哪 交错了 NMAP 杠V杠O杠N杠SV Aggregative 哦 S多了啊 这个命令再说一遍啊 它调用了NMAP这个 这个工具 来对我们的目标服务器 做了一个扫描并且会把扫描的结果 存在这个MSF的本地数据库 便于后续的自动攻击 它能够提供了一个自动攻击的功能 就是先扫描 判断主机 判断这个主机提供的服务 然后把它存到我们的数据库 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数据后面的一些攻击 可以调用这个数据库的资源 进一步的攻击 在第一步 先扫描 扫描之后呢 我们可以 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你甚至可以对一个网段 一个网段进行这个操作 然后会存到数据库 然后他再会对你前期扫描的结果 调用它来进行应用程度攻击 你看 首先他扫描的端口号 扫描的端口 那等会儿这个过程稍微有点慢 并且一会儿呢 我们还能够暴力破解 可能可能那个暴力破解 要花个二三十分钟 当然呢 这个我们可以一边讲到其他的 一边让他做暴力破解 当然这是在做扫描 再说一遍 这是时间的周期 它有集中选择 Agri-Gasev是最接近的 就是速度最快的 快速扫描 SV是判断服务 并且判断它的版本 -N不做DNS解析 -O判断操作系统 -V显示这个整个扫描结果 然后跟上主机 平时呢 一般来说上次我们讲MAP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讲了一个小S大P 但是主机扫描 还叫做个大A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只是服务和操作系统判断 好 立判搞定了啊 相应的这些端口号和相应的服务 都已经帮你判断出来了 对吧 然后操作系统呢 大概也给你判断好了 现在你看啊 它会自动 它跟你普通的MAP 有好处在于什么呢 它能把你的扫描结果 以前呢 以前MAP的扫描结果 我们就看看 看看罢了 对吧 没有什么用吧 那么现在呢 你看啊 它会把你的扫描结果 放在数据库里面 首先它知道了 我扫描了一个主机 10.1.1.2 它的操作系统是 是Windows的 对吧 然后呢 还能够在DB Service 还能够看到 这个主机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版本号 根据这些 然后呢 它就能够做一个全自动的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 DB 杠O2 自动攻击这个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以后我要给了几个选项 一个是杠P 杠P 通过开放的端口 来选择攻击模块 你看这不是有 有开放端口吗 对吧 通过开放这些的端口 我们来自动的选择 有什么样的模块可以采用 杠P 展示所有的 展示所有的这个攻击模块 就说以后我们有什么模块用到了 来攻击它 都会显示出来 然后呢 杠A呢 就是指定哪个主机 你也可以不指定 它就会 你不指定的话 就会像这个 就会像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这个所有的host 发起攻击 以后就不指定了 因为现在我的host里面就只有这个服务器 然后杠E 杠E应该就是开始攻击 对所有能够匹配上的目标 发起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呢 自动攻击 杠P 杠T 杠E 就完了 不用杠A 杠A是指定目标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就只有一个目标 所以说呢 你没有必要去指定目标 然后这直接回车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根据你前期扫描的结果 自动去找到相应的那些攻击模块 然后呢 来帮你实施攻击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稍微漫长的过程 它要花很多时间来做 我先确认一下 我还能拼得通我的XP吧 好 你看开始了 它使用了各种模块 你看后面都是攻击模块 然后呢 选择这些模块 比如说有80吧 80章口 它又会找到所有跟80章口相关的 然后呢 对这个主机进行攻击 你看它开始攻击4403号章口 有很多模块它自动帮你选择 就这个功能 这个技术是很智能的 就像以前的话 我觉得我还得自己去 去用Alessis扫描 然后找到漏洞 然后自己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模块 这个找起来很麻烦的 现在它完全可以帮你自动去找 自动帮你找 根据前期的扫描的结果 自动帮你找 找完了之后 自动帮你发起攻击 过程时间攻击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就会建立绘画 建立绘画之后 相当于我就能够控制它了 一会儿控制到它之后呢 后面我们就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账号导出来 我们可以把远程中面打开 我们应该还能够前盘记录 这些功能都有可以由这个MSF 这个程序为你提供 等话这个稍微要慢 我们下期待 感谢观看 你看这些都是相应的漏洞编号 你看这就是微软的03年07个漏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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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搞定了 我们后面 他应该整个过程啊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整个过程下来应该会建立 至少两个绘画 至少有两 有两个攻击是有效的 并且成功的建立了绘画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绘画来 远程控制这个主机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说我这个要很慢吧 但是很简单 对吧 你只要通过Map给它扫描 创建数据库 然后用这个程序自动帮你来发起攻击就可以了 以前很麻烦的地方就在于 总要你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找 有时候很难找得到的 这过程完全是可以自己去 它可以帮你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三个绘画了 所以可以说我们的XP算是千疮百孔啊 那个没有打补丁的 四个 但是有时候有些绘画会超时 至少有两个能够 其实有一个就够了 两个都多余 哇 五个了 那么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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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是在这里 我想可能 这一面 在这里 我还可以说 我可以说 感谢观看 看这马上快完了 最终应该估计还是会留下两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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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 也可以通过 通过 session-i 能看到有两个活动的 活动的连接 在这里用任何一个都可以 一和二都可以 在时候我 session-i 一 连上去了 怎么说我连上去了呢 你getuid 看看我是谁 我是这个主机上面的这个 session这个账号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 session-info 可以发现我是 XP 对吧 这个XP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可以 把它的账号导出来 让哈希 我们把账号给导出来 这账号呢 当然是一些哈希之后的质 哈希之后的质 呢 以后我们会拿一个暴力破解转件来算 只要你密码 简单 肯定被算出来了 今天我试了 YesLab CSIS 肯定可以算出来的 当然呢 它有 有些很大的字典 有几百个G的字典 我拿的是一个很小的字典 我拿的只有一个700多兆的字典 算点什么 YesLab CSIS啊 这种数字的 或者说全是字母的都没问题 如果说你的密码特复杂 这个时候我估计你得 拿点好的主机 然后呢 搞一个很大的几百G的 或者上T的字典 花很长的时间来算 我今天呢 这个密码都比较简单 应该这个管理员的密码 就是Cisco 真的现在看不出来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先不要着急 这是一会儿暴力破解的 你先把它复制 把它复制出来 先找一个空文件 先把它放好 一会儿呢 我们拿了一个小字典 那个字典比较小 所以说只能算一些 比较简单的密码 复杂的 你可以在网站自己 下一些比较高级的字典 好 这个呢 就算是不要导出来了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再想办法 用其他东西来 来算 对吧 这就是这个 哈希的结果 好 先搁这儿啊 一会儿咱们再说算 那个比较费时间 下面继续 下面我们还能够通过PS 这是看看你的系统进程 这个系统进程 其实你会发现 这儿看的系统进程 跟这儿看的系统进程 应该是一样的 就在这里 你能看到系统进程 是一样的 这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你能看到 目的主机的系统进程 看系统进程 一个主要的目标 你看刚才我的 我的那个用户名 不是管理员吧 对吧 我要找到管理员 对吧 那么get UID 你看我的不是管理员吧 我要成为管理员 怎么办呢 你就找一个 比较关键的进程 你迁移到这个进程 上面去 你变管理员了 你看这个 最关键的进程 就是这个 Explorer.ese 对吧 它的进程ID是1576 它是管理员吧 对吧 1576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迁移 到1576 接着我 我换到这个进程上面去 get UID 管理员了吧 对吧 你只要找到那个 关键的 正在运行的这个进程 你迁移到这个进程上面去 你就能成为管理员 像是管理员了 是管理员之后呢 下面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下面一个任务 我们可以耍一耍 键盘记录器 键盘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一个 键盘扫描 开始 开始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到这个XP上来 你说点东西 比如说你 你 你输点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SLAV CSIES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说些东西吧 对吧 说东西了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开始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 看看你出了些什么东西 刀把弄 弄拽一点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看看 你最近 你最近 说点啥 看到了吧 自己说的东西吧 你看你 Rare 以为是个 CSIES 对吧 这就是键盘记录 可以 可以一直记录你 你的键 你上面的键盘记录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不想玩了 你stop 停止 键盘记录 好 这是键盘记录功能 你看第一个 我们先把账号给导出来了 后来呢 我们变成管理员了 后来我们就可以键盘记录 然后呢 我们想远程桌面 远程桌面 网管多好呢 你看现在这个机器 远程桌面是没有给打开的 这是没有 没有打开的吧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其实现在 我还不知道管理员的密码是什么 虽然我是管理员 但是我并不知道管理员的密码是什么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几个简单的工具 就能把远程桌面给打开 下面是什么呢 run gu get gui 杠一 这个命令应该就是把远程桌面打开 对吧 打开了吧 然后呢 紧接着呢 我因为我并不知道我的 你的管理员密码 虽然说以后我可以算得出来 但是应该要等一段时间 这时候呢 我是管理员 我虽然不知道管理员密码 但是我现在是管理员了 我夺到了管理员权限了 这个时候我可以添加一个账号 我添加一个用户 虽然说我不知道 管理员的用户密码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添加一个账户 getgui 哪一个用户 sysco 哪一个密码sysco 刚才创建了一个密码 一个用户名sysco 密码为sysco 你可以看看 你又有这么一个用户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远程桌面了 虽然说他没有微软的远程桌面 他其实也有内建的远程桌面功能 你只要 remote desktop 然后呢 10.1.1.2 冒号3389 上去 你说sysco sysco就能登进去 等会儿 这可能有点慢 看来了吧 然后你就梳理着sysco sysco 就进去了 那你吧 所以说只要你机器有漏洞 当然了很明显 那个没有打补零的X2P漏洞可多了 对吧 当然可能以后有个新的漏洞 你可以及时更新 然后找到有漏洞的机器 你就可以搞定它 那么这个 这是这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 连续的攻击啊 这是最后一个 好 最后呢 我们好 现在这个远程桌面就不说了 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够登陆进去 有点慢 不管这个啊 好 下面最后一个任务呢 就是你看我们首先是 再再说一遍 我们现在做了什么 第一个我们查看 查看的系统信息 把密码导出去了 然后查看进程 然后找到管理员所用的这个进程 然后我迁移到这个进程 我迁移到这个进程 然后变成管理员 然后开始键盘记录 打开远程桌面 然后参与用户密码 对吧 然后就可以远程登陆了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要画了时间 所以我们先先让它算着 嗯 这个账号呢 我们给它 这是账号的进息吧 我们起个名字啊 起个名字 然后呢 给它放到 放到 放到一个地方去吧 放到我的主目录里面去 放到我主目录里面去 放进来了 对吧 放到主目录里面了 然后你看啊 这些都是我从网上去下的 我一会儿就会用这个 XP small 这是一个很小的 我在网上 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下了一个最小的字典文件 最小的 有几百兆的 有几个G的 有一百多个G的 有几百个G的 有一个T的 有两个T的都有 关键是你要 你要破的密码 到底有多复杂 它有各种版本的 当然我们今天 就算它来算 我得花个二三十分钟 比如说呢 我只能 我的密码只能设置比较简单 我的字典也比 只能用小的 好 这个时候怎么来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这就没有必要了 基本上我耍完了 推出来 我耍完了 我推出来 我用一个那个 破解程序 这是一个暴力破解程序 专门来破 微软密码的 杠D 然后呢 你就开始跟上 你的那个 XP Free Small 这个字典 还得跟一个字 还得两次的跟 Small 然后呢 杠 然后紧接着 杠F 杠F 跟上我今天 那个名字叫什么 New Test 对吧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很简单 用这个程序 呃 而且我也测过 今天我们 我今天课前也测过 YesLab TJS 肯定可以算出来的 只要你都是字母 只要你都是 数字 基本上问题不大 啊 但是这个 我说的 试过的 EA点 这次口 EA 就是那个复杂性 要求的 算不出来 没则 那是算不出来的 那你吧 好 让他算着啊 再花一个时间 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MSF的离线攻击